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泡芙姐姐 出場霧了啦 泡芙鏡上 好了 等一下 妳在寫卡片 我發現妳筆上面 有一個很酷的東西 都不會掉 那是什麼 這個是我做的平衡鳥啊 借你看 它只要靠著嘴巴 就可以撐在這邊 好酷喔 那妳想要知道怎麼做嗎 當然想知道啊 那大家就跟著我們一起來做 平衡鳥 今天我們要製作平衡鳥 需要的材料和工具有 有顏色的卡紙 色紙 刀片 和尺 好 首先我們拿出一張 方形的色紙 方形色紙 好 那我們把它腳對腳對折 再來呢 下面兩個腳 我們再對折一次 像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的中間有一條長長直直的折痕 接著呢 我們拿著上面的這個直腳 我們要把它往下折到下面的長邊 打開它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有折痕的十字 再來我們要把下面長長的邊 往上折 折到剛剛中間橫的這個折痕上面喔 變成小船之後一樣 再幫我打開 那接著因為我們要開始呢 把下面的這個紙張啊 往上捲很多層 所以呢 接下來往上折的時候 我們對其下面的折痕不要對得太過緊密 留一點點 小一點點的空間 好了 之後再往上捲 再往上捲 沒錯 好 我們折到了上面這條折痕的時候 還要再最後一次 好 往上捲 這樣已經捲了四次喔 那接著呢 我們的上面三角形 把它沿著這個長條的往下折一個痕跡 就可以打開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沿著剛剛垂直的這條痕跡 把它給對折 好 折好之後會得到一個像這樣的形狀 接下來呢 仔細看 我們要把下面這個角 往上折到這條長長的邊上 那以這個地方作為頂點 頂點找到之後 肩腳往上折到邊 不超過它喔 剛剛好的位置 好了之後呢 我們要稍微打開它 抓住上面尖尖的位置 好 我們要稍微的把它往下折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折過這個痕跡 所以往下折就是折到剛剛痕跡處 稍微有點突出在外面 打開它面對自己 這裡的長邊 待會呢 要往上折到上面這個邊喔 邊對邊折上去 對 OK嗎 好 折上去的時候呢 這條中間的折痕 也會折痕對折痕 我們下邊 另外一側的下邊 要對到這個屋頂的正中間上方的地方 一樣是邊對邊 那這裡的肩腳要特別小心 折好會變成像一個凹槽在這邊 這邊是還沒有折的喔 那我們再折一次給大家看喔 這邊有一條長邊 我們要把這一條長邊 折到中間折痕的位置 這一邊呢 則是折到翅膀的位置 我們再做一次喔 好 邊對邊 記得前面的肩腳要小心 不要凹到它囉 來 完成的時候就會像這個樣子 好 我們可以稍微的把它給打開 打開這個地方 那要折這個鳥頭呢 你的兩隻手指頭要先捏住它的脖子 後面的脖子的地方是往內凹 本來是往上凸的喔 變成是往內凹 尖尖的地方就是它的鳥嘴喔 完成之後呢 最後一次的把它往上折 下邊對著上邊 往上折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它變一個愛心 對不對 只需要把兩個尖尖的 它的翅膀穿過彼此的折痕 折趾位置 它有一個小口袋 就可以把尖角給穿進去 它就會固定了 把愛心尖尖的地方像這樣 一 食指往下折 下面捏一捏 OK 那上面你剛剛不小心已經打開的 小鳥的脖子啊 或者是它的頭 它的嘴巴 都可以按照原本的痕跡 再稍微的把它折回去 好了 那像這樣子我的愛心平衡鳥就塑形完成囉 你看 一人一個愛心 這樣子看就是一個愛心 鳥嘴在下面 還有另外一款要教給大家喔 好 首先第一個步驟 將長條的紙對折 好 完成之後呢 兩邊的短邊對折 OK 把它打開來 好 那現在要跟大家確認一下方向囉 就像這個樣子喔 好 變成這個樣子之後 我們現在要來蓋房子 把兩邊長長的邊往下折 沿著中間的折線 像這樣子 折下來 那現在呢 我們把它全部通通攤開來 你就會看到 在這個紙的正中間 有一個菱形 抓住兩邊 往中間 凹進來之後呢 往下壓 這跟折紙飛機的方式一樣 把這邊再往內折 往內折 折好之後就會變成這個造型 我們現在看到下面這兩條 就把它往上折上去 折上去 當我這一邊折上去的時候 會跟這邊呈現一條直線 另外一邊也一樣 所以把它往旁邊折上去 好 那現在要折的位置 是它翅膀的地方 這一個點 跟這個三角形中間的這一個點 好 壓住 它就會變成一條線 壓住之後呢 會發現 這邊有多出來的一塊三角形 對不對 嗯 我們往下折 折 另外一邊也一樣 用尺壓住 運用尺來做 就可以做得比較工整一點 折好之後 就把平衡鳥向後轉 我們把這個腳折上來 讓這個邊對上這個邊 折好之後呢 就把它藏在翅膀裡面 好 另外一邊也一樣 有 兩邊的翅膀都完成了 會像是這個樣子 對 變成這個樣子之後呢 我們看到這個三角形尖端 把它往下凹 像這樣子 另外一隻平衡鳥就完成囉 好 放上去試試看 哇 你站得很好 可以耶 這樣可以旋轉嗎 好 我輕輕的吹它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做兩隻平衡鳥的家 我們拿出一張 比較大一點的方形色卡紙 腳對腳 先折成一個大三角形 下面兩個小的肩腳 一樣再對齊 對折一次 折完第二次之後呢 稍微把它打開 拉著其中一層的三角形 我們要把它給往下折 那往下折呢 一樣是肩腳對到下面的長邊 好 轉過來轉一個方向 接著呢 我們要讓這邊 這個三角形翹起來的邊 去對到中間的折痕 好 先折其中一邊 像這樣 好了之後一樣幫我打開 另外一側做同樣的步驟 外面的邊對到中間的折痕 好 一樣再幫我打開 好 仔細觀察喔 我們剛剛前兩個步驟的折痕 好 那擦擦的這個中心點 以這個為基準 好 這個點為最底端 往上折 那這邊呢 也可以再教大家另外一個確認 你有沒有折對的方法 除了中間會對齊之外 你們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折叉叉的那個斜線 折上來 會跟上面的折痕 連成一個直線喔 那再來呢 下面這裡是不是 還有一個三角形 好 我們一樣沿著剛剛的線 往上折 好 往上折之後呢 我們把上面這一層稍微拉開 把這個三角形給藏在它的後方 就會變成一個小梯形喔 好 那剛才泡芙姐姐 有說到的這個折痕 左右各一條 現在呢 我們就要把它給折上去 折完之後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沒錯 好 那一樣呢 下面有凸出來的三角形 跟剛剛的方法一樣喔 把它往上折 然後藏進去 我的也不見了 OK 通通把它藏起來 好 接著我們把上面這一層 整個給拉開 大家有沒有看到 中間我們一開始那條 長長直直的折痕 我們要以它為中心基準點 把兩個尖角 往上折 OK 好 你們就會像這樣看到一個 往上翹的兩個角角變成一個正方形 好 那現在請大家把色紙翻面 翻到這一個面 好 現在要從這個面開始做囉 我們把這兩片都往上折 然後從哪一個地方往上折呢 沿著中間的折線 這一條 好 往上折 就跟剛剛一樣 把它藏起來 這邊有一個小口袋 把它放進去 進去 有一個比較扁的三角形 這邊也有一個 沿著這一條折線 把這個比較扁的三角形往上折 另外一邊也做一樣的動作 折好之後就會長這個造型 也要把這兩片三角形給藏起來 那大家知道怎麼藏了對不對 把這一片打開來藏進去 現在把它撐開來之後 它就變立體囉 太神奇了 好 因為平衡鳥 它尖筋的嘴巴要靠在一個位置上面 但是這邊太尖了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把它稍微往下折一個 超級小的三角形 接著再把這個金字塔給撐開來 有 好 用手指頭或者用指甲的方式 偷偷搓它 搓它 做到這樣子之後 金字塔就完成囉 好耶 那我們趕快把我們的 平衡鳥放上去試試看 好 第一隻要先放 你的愛心鳥對不對 愛心鳥 可以耶 那可以旋轉嗎 好 我輕輕的吹它 用手動 用手動 可以 第二隻呢 第二隻平衡鳥來看我這邊 好 附這個金字塔的尖端之後 你站得很好 那大樹哥哥 這個平衡鳥可以像這樣 在上面旋轉都不會掉下來 到底是有什麼原理在嗎 這個就是重心平衡原理喔 重心跟平衡 所以它們兩個之間是有什麼關聯嗎 那我們就一起來破解平衡的秘密 尋找重心 尋找重心 什麼是重心呢 如果我們沒有找到物體的重心 如果我們沒有找到物體的重心 它就不能維持平衡囉 那我們趕快一起來找重心 那我們趕快一起來找重心吧 就是它重心的位置 那請泡芙姐姐用手指頭來試試看 喔 好的 沒問題 15公分在這邊 好 所以如果這是它的重心 好 所以如果這是它的重心 待會兒我的手指頭頂在它的下方 它應該就可以保持平衡了吧 像這樣 不行嗎 15公分 不行耶 為什麼不行 可以請泡芙姐姐找一下關鍵在哪裡 我看到了啦 大樹哥哥 你看 這個30公分的後面 還有一小段的鐵齒 它是沒有標註刻度的 所以再往後推算個兩三公分 它的重心應該會在 有了有了 我剛剛保持平衡的地方 是大約是16.5公分的地方喔 你看像這樣 手指頭放在它的下面 保持平衡 保持平衡 泡芙姐姐觀察得非常仔細 後面的確多了一小節 這個也必須要算進去喔 才可以找到它真正的重心位置 如果這個陀螺可以順利平穩地轉起來 那就表示 1 2 3 順利的旋轉了 剛剛打到尺的重心位置 現在換一項道具就是這個 長長的木棍 那這個木棍要怎麼找重心呢 運用食指 這個方這邊 另外一端也是食指 接著讓兩隻食指往中間移動 好緊張喔 所以依照剛剛的經驗來說 應該也會是在這個木棍的正中間 好 看他們交會喔 沒錯 就是停在正中間的位置 所以它的重心 大概就是在這裡 那請泡芙姐姐試試看 好 這個木棍看起來沒有刻度 有一點難找重心 可是我們就用剛剛大樹哥哥 教我們的方法 兩個手指頭 先在旁邊平衡 再慢慢的 一起往中間移動 好 讓兩根手指頭交會 好 感覺快找到了 好 幫他們 OK 在這裡 好 現在木棍達到平衡了 所以它的重心位置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方法是不是很方便 對啊 那看起來 不管有沒有刻度 這種長條狀的物體 我都可以很快找到 它們的重心了 這樣聽起來 你好像滿有自信的喔 可以吧 應該沒有什麼 可以難倒我的了 你確定 確定啊 你看 沒有刻度的木棍也可以 有刻度的直尺更是方便 好 那我現在準備了一匹 小木馬 好可愛喔 我剛剛看到它在那裡很久 原來是要來挑戰我的啊 是的 要來找這一匹 小木馬的重心在哪裡 那我已經事先準備好了 大家看一下 上面我已經貼了四種 不同顏色的貼紙 有綠色 紅色 藍色跟黃色 那請大家還有泡芙姐姐來猜猜看 重心位置落在哪一個點呢 按照剛剛我的經驗來看 反正長條狀的物體 重心就是會在它的中間嘛 那現在這樣來看 我猜應該就是這個藍色的點 那就請你來測試看看囉 如果這個是它的重心的話 我的手指頭兩根放在它下面 應該能平衡喔 一 二 三 怎麼轉了一圈 小木馬都飛走了 所以這就代表藍色 不是它的重心位置喔 那剛剛是不是有教一個方法 兩根手指頭的力量 就可以找到重心 對 那要不要來測試看看 它的重心位置到底 是哪一個點呢 好好好 我們馬上再來試一次 兩根手指頭 先在兩邊做平衡 然後一起 往中間好 我先讓手指頭 到這個長木棍的地方 然後再慢慢地靠攏 靠近 靠近 快到了 快到了 好 碰在一起平衡了 好 我先來確認這個重心點 那大家看一下是什麼顏色的呢 是紅色的點 所以運用這個方法 所以運用這個方法也可以找到 碼頭它的重心位置在哪裡囉 那大家在家也可以運用這個方法 看看各種長條狀物體 它的重心位置到底在哪裡呢 那現在學會了長條狀物體的方法之後 平面狀物體 重心要怎麼找呢 我們就趕快一起再來做實驗吧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尋找平面狀物體的重心 我這邊準備了一個圓形的珍珠板 那來考考大家還有大樹哥哥 能不能找到它的重心呢 這個就非常簡單了 只要找到圓形的圓心位置 就是它的重心點囉 圓形的重心位置 對 正中間 那我們用手指頭來測試一下 真的可以平衡在手指頭上 所以這是它的重心囉 那再來 胖夫姐姐還有第二個方法來做確認 這邊呢 我準備一個小小的竹籤 待會兒呢 我就穿進去圓形 讓它變成一個小小的陀螺 如果這個陀螺可以順利平穩地轉起來 那就表示這就是它的重心囉 一二三 順利地旋轉了 好 那我現在要做一個測試 如果今天將竹籤偏離重心插在另外一個位置上 它還有辦法順利地旋轉嗎 看好囉 推 所以它不能轉起來還飛出去 那就表示那個不是它的重心 那現在換成三角形 你知道重心位置在哪裡嗎 很簡單啊 你剛剛不就是用手指頭在它下面 它跟圓形不一樣 沒有所謂的圓形 所以重心好像很難找到耶 那我直接教你一個方法 只要準備好一根豬針 找到三角形三個角的 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將豬針插進去 然後把它固定在板子上面 再來三角形它是會晃動的喔 好 再來準備砝碼 再加上一條棉線 把它掛在豬針的前方 好 那這個砝碼它也是會晃動的喔 那當後面的珍珠板 還有砝碼停止晃動的時候 會落在這個三角形 這一條邊的其中一個點 那請泡芙姐姐幫我注意看一下 它停在哪裡呢 那為了讓大家也可以更清楚 看到它停下來的點 我先來做點點的注記 待會把它連線讓你們一起看 那我先注記上面這個 搓珠針的位置 下來大概是在這裡 好 我寫個1 待會一號點跟一號點連起來 就變成一號線 那找到一號線 現在來找二號線 現在換一個角 從這邊開始 將珠針固定好 好 一樣它是會晃動的喔 把砝碼掛到珠針上面去 那我一樣要來做二號線的注記囉 上面珠針戳的點是第一個二號點 再來停下來接觸的位置是這邊 好 可以 要準備來找它的重心 那請泡芙姐姐幫我把一號跟一號連線 二號跟二號連線 一號點 它們做連線 二號 這裡有一個小洞 OK 這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三角形上 找到一個叉叉 現正經濟的時刻來囉 一 二 三 成功了 好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三角形上 得到一個叉叉 那這個叉叉 兩條線交匯的中間這個點 就是三角形的重心點囉 要不要確認一下 好 好 所以我就把手指頭固定在這個 重心點的位置 看它能不能做平衡 可以耶 比我剛才在那邊亂試方便多了 好 那一樣 我們在重心點的位置 插上竹籤 看它可不可以跟陀螺一樣旋轉喔 有耶 我看到它轉起來了 現在把竹籤偏離重心 那還有辦法旋轉嗎 我猜一定是不行 那大家覺得呢 對啊 因為偏離重心了 所以這個陀螺就轉不起來了 那我現在要出考題囉 那請問一下 這麼大隻的鉛筆立起來之後 你還可以找到它的重心位置嗎 好 等等 你說要讓它就這樣站在桌面 然後我手都不能浮嗎 是的 原本平放的重心在這裡 要讓它變成直立式 應該還要再加點裝置 大叔哥哥 你幫我固定一下 好 我先幫你立起來 我準備鐵絲 好 然後大叔哥哥幫我用老虎鉛 好 好 沒錯 用老虎鉛 轉緊它 好 再把它多留一點空間出來 好 最後這裡剪掉 這樣就差不多要完成了 我再去調一下它的角度 桌子上桌囉 好 這樣應該是沒問題 測試一下 見證情景的時刻來了 大家仔細看 一 二 三 到了 成功了 但是這個裝置是透過什麼原理 讓我來告訴你們 這支鉛筆它的支點在這個尖端的位置 那我就加裝了這個裝置 以及靠著下方的重物 讓它的重心轉移到了下方 它們之間就能達成一個平衡的狀態 我的鉛筆就可以直立在桌面上 不會倒囉 泡布姐姐 你不愧是史丁特務 太厲害了 那我們還有一項任務要來解鎖 就是大挑戰要來動動身體囉 好期待喔 好的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囉 現在請大樹哥哥幫我坐在這張椅子上 好 一 待會兒我會用兩隻手指頭 輕放在你的額頭上 那你呢 不能靠手來做支撐 要靠你雙腿的力氣站起來喔 好 好啦 放上去 準備囉 一 二 三 請起立 大樹哥哥 我們開始囉 但我真的站不起來 你是不是站不起來很難想像吧 咦 怎麼會這樣啊 坐著的時候你要站起來之前 身體其實都會稍微的往前傾斜 然後才可以順利的站起來 男生跟女生的重心會有不一樣嗎 會不會不一樣 我們再來做下一個實驗你就知道了 先請大樹哥哥幫我面對牆壁 腳尖也要貼牆 面對牆壁 好 貼好之後呢 我們要測量出三個大樹哥哥的腳板長 一步 兩步 好 三步的距離 接著呢 往前傾斜 讓頭輕輕的碰到牆壁 傾斜 再來我把一個椅子放進來 請大樹哥哥幫我把椅子舉到胸前 椅子舉到胸前像這樣嗎 好 數到三呢 幫我直挺挺拿著椅子站起來 一 二 三 已經三了 你站不起來 怎麼可能 等一下 換妳 好 我也來試試看 一 二 好 三個的我的腳板長距離 好 再來把椅子放在這邊 椅子放到胸口 好 站起來 你也太輕鬆了吧 我剛剛用了全身的力氣又站不起來 太奇怪了吧 到底為什麼 我們還有第二個實驗 接下來呢 我們就一起先把雙腳跪在瑜伽墊上 那接著我們兩個手肘 要輕輕的往前 碰在地上 碰在地上 好的 你的雙手 也可以稍微拖住你的下巴 依序地把雙手收在你的背後 那我們先收起一隻手 一隻手 待會兒一定要小心 不要讓你的下巴碰到地面了 好 好 一 二 三 三 二 三 但是我的話 你沒事吧 怎麼可能成功啊 妳有成功嗎 我有成功啊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我再示範一次給你看 好 好 手肘放在下面 變成一個小瓜 右手收在背後 左手收 哇 泡芙姐姐 你也太厲害了吧 為什麼剛剛的動作 我做不到 那你卻做得到 那通常啊 男生的重心 都會在比較靠近上半部胸口的位置 而女生的重心 通常呢 都會在比較下半部 靠近腹部的位置 這也就讓男生跟女生 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樣的動作喔 那我有一個問題 瞧問 那如果我現在轉移重心 我會不會成功 好主意耶 我來幫你轉移重心看看 我們再試一次 馬上來試試看 我壓在妳的後面 好 讓我重心轉移到後面去 好 嘿 一 二 隻手 上 哇 哇 太棒了 太棒了耶 小心 別扣 真的轉移重心 這個實驗就可以成功了耶 所有的物體都有重心 只是可能會在不同的位置 而且我們也學習到 許多尋找重心 以及轉移重心的方法 如果物體的重心 擺得比較低比較下方 它就會更加的穩固喔 所以我們今天 過節平衡 尋找重心的任務 成功 那大家也可以找找看 在生活當中 還有哪些是運用到 重心平衡原理的呢 下一次史丁出任務 又會教大家製作什麼 好玩的科學玩具 或有趣的實驗呢 史丁出任務 我們下次見 Bye Bye 泡芙姐姐 蛤 鳥掉了 快了 好 你先手一隻手 來吧 好喔 你的準備 一二三 左手 啊 感覺很不穩耶 等一下 等一下 OK 可以 可以 太好了 所以啊 我們今天 過節平衡 尋找重心的秘密 成功 成功了